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了解家鄉的歷史,感受中山的歷史文化起色。 歡迎收看中山故事。 我和超哥曾經跟大家說過左部村的歐氏。 聽超哥說,歐氏和歐陽氏是同一個兄弟。 今天我們來到南朗鎮麻西村的歐陽宗池。 跟大家說說歐陽氏。 講起歐陽氏,我們中山有兩條村。 一條是麻西村,一條是大嶺村。 大嶺村的歐陽氏是由麻西村分支過去。 但是在中山,歐陽氏家族,無論是從歷史上, 或者到現代,歐陽氏家族都出了很多名人。 那到底歐陽氏族出了什麼名人呢? 不如和超哥一起去看看。 南朗鎮麻子西村的歐陽宗池,已有數百年歷史。 這一族人以大嶺的歐陽族姓同為兄弟來開支。 歐陽氏族以歐氏是同出一緣。 他們的遠祖都是臥身嘗膽奸苦復國的月王歐淺。 歐淺後代無疆被楚國所滅。 無疆的兒子歐堤,將全族人口遷到折角的烏情,歐如山開機發展。 開支的這一族居住在歐如山之陽,後代有人受封為歐陽亭侯。 這一族人的子孫,就是以祖先的封號為姓氏,姓歐陽。 唐代書法名家歐陽宗,官至級時中,雲文館學士,受封為渤海藍爵,顯耀當世為一郡所望。 歐陽氏就以渤海為唐號。 歐陽宗,公書法,學王羲之,不惑洪正克麗,結構嚴整。 唐代貞觀年間,官至太子率根令。 世人稱歐陽宗書法為率根體,或者是歐體,是初唐四大書法家之一。 歐陽宗書法全世的不是很多,其中九成功禮傳銘, 受到歷代推述。 到現在,仍然是我們學習無筆雜誌的字貼,影響深遠。 歐體字的特點,可以用兩個字來表達。 就是險敬。 它的結題就是,有一個很顯示的特點就是, 側向左邊,向右邊伸展。 我寫過一幅對聯,海內全知己,天藝藥比倫。 比如第一個字的海字。 它三點水,都是向左邊,比較側過來。 然後,右邊這個結構,就是比較空闊一些。 比如,上面,一短的撇,和一短橫。 寫得特別短一些,而且是傾斜的。 顯得它形成一個比較大的角度, 產生一個比較有邊花,開闊一些這樣的空間。 在古代風浮湖外海的地方,延綿起伏的五桂山漁物, 在珠江的出海口,以風浮湖之間,掩絕起一座一座的小島。 就好像造化大地之神,創造紅偉的五桂山群峰之後, 將多餘的泥頭,拋灑在海上一樣。 幾百年前,歐陽族人選擇這塊叫不出名字的地方,開機落湖, 叫做麻子村。 這磅建村的山江,一位覺得是五桂山造風多餘的泥頭, 又叫做湖山。 歐陽氏族的先祖,居住地是在古盧寧郡, 即是現在的江西吉安泰和園,屬江口。 遠祖歐陽榮可,曾被舉戰為廣東南豪之府。 居住在我們廣東開機,在南豪。 因為歷史的原因,南豪的基民是南千, 在那個時候,我們的劉太公,廣東開機做的居住, 大了一個兒子,就落到廣東。 榮可公的第四兒子歐陽道信,南下沉地開機。 道信公的大兒子歐陽和壁, 他最先居住三水的紅旗。 後來,帶了第四兒子歐陽松, 第五兒子歐陽基,開機立村在麻子。 以後,第五兒子歐陽基,分之大嶺。 我們湖北族來到那裏, 大約往往,明前的時候都是, 就是這個山。 那裏是水遷, 是吧? 包含這個石仔廟, 都是漁灘來的, 漁灘,那裏是大河, 拿去那裏做漁灘, 那裏就去那裏, 那裏沒有東西做, 沒有東西做,就種麻,拿魚。 我發覺, 走入麻西村這裏, 就覺得歐陽修的後人, 其實都頗會選擇地方, 衣山放水, 加上這裏的建築, 古老建築都保存得頗完好, 滴滴色色,頗美的一條村。 應該說,歐陽時俗來這裏開村, 是很有眼光的, 為什麼呢? 這個地方叫做魚山, 所謂多餘的山, 在海邊的, 所以說, 開村之後, 建了這條叫做山里, 那魚山里的居民, 就是這間麻西村的歐陽氏家族, 歐陽氏家族來到這裏, 有一件事是被人誣蔑過, 說他們是麻西層, 為什麼呢? 你知道嗎? 如果想知道超哥這個問題, 不如問問問老麻西歐陽中強八百。 歐陽氏族最村魚山里, 大片的灘土, 是珠江上游帶來的泥沙沖織移成的。 大量的水生生物, 好像青蟹、 淚、蟹、 奶魚、八甲魚等生長在這裏, 村民耐以為生, 接近豐富湖淡水的地方, 他們開肯水田, 種植水道。 麻子村曾經是魚米之鄉, 村民供依足食, 響清末民初, 一些豪強大戶, 啟中了麻子村周圍豐富的物產, 以官府勾結, 還精捕簾。 麻子村中, 沒有出路的貧府農民, 迫不得已, 走上劫富濟貧的造反道路。 我小時候都在那裏, 明朝的那裏, 在那裏的時候, 二間, 拿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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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酒狗, 和那些有錢人好, 就說, 碎了, 啊, 來到那裏, 乃如碎, 那一輩子, 碎到那些樓, 好, 一時有個一期買, 看入哪家, 帶好金馬劫他, 喏, 兩個條件, 胡理不能夠有人當, 小朋友不能夠碰, 即是千苗陣那些所謂惡人, 那些人, 那些人不叫, 找一條竹子, 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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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走, 如果你心裡, 有這樣的事, 你就出來, 你出來的時候, 集中在那個, 那個, 鋪仔的門, 在那裏集中, 大家一起在那裏上去,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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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試上去, 沒有辦法, 那種反抗的方式, 那種反抗方式, 那無可奈何, 離開了麻西村之後, 我和超哥就來到大嶺村, 聽聽超哥剛才說, 大嶺村的歐陽氏族, 是從麻西那邊分支過來的, 其實除了從文尚學的風氣之外, 大嶺村又有什麽威水事, 是值得和大家說一下的呢? 我們以前曾經, 介紹大嶺的時候, 說大嶺村口的那個村口那個名, 曾經是北楊大臣李鴻章寫出來的, 師傅, 我又想問一下, 為什麽一個清朝的朝廷重臣, 會為一個偏遠的嶺南小村, 寫一個村名在那裏呢? 因為這條村, 就在清末民初的時期, 出了四個駐美國的領事。 從中山路往東走到盡頭, 你會看到一個綠化島, 綠化島的中間是一棵大嶺村, 大嶺村所陰秘的地方, 有好幾百平方米, 大嶺村下面有一座簡樸的茶艇, 當地的人會告訴你, 這裏就是蘇八年前, 歐陽俗姓在這裏開機的大嶺村。 大榮樹和茶亭有百幾年歷史, 首席榮樹的, 就是唐代著名書法家歐陽遜, 五十二代孫, 清朝籍帝之周, 中國駐美舊金山總領事官歐陽輝廷。 出身書鄉世家的歐陽輝廷, 受蠔頭鄭氏鄉人舉佔, 出任席帝之周。 後來, 因為鄉人多享美國謀生, 被清朝廷委派到美國舊金山任總領事。 歐陽輝廷任職美國舊金山總領事期間, 努力維護華朝的利益, 積極向清朝政府建議派遣留學生, 並多次以美國政府交涉。 終於在一八七二年, 促成了清政府分四次派出一百二十名學生留學美國, 為中國向西方學習, 打開了大門。 歐陽輝廷為孫中山推翻清政府在美國的活動中, 發動華僑出錢出力, 為孫中山宣傳發動華僑, 大開方便殲。 歐陽輝廷回到鄉下之後, 將他在外國的見識和經驗建設家鄉。 在人群中山宣傳發動華僑, 因為在鄉下的大能之下, 我們的大能村開闊清昌之後, 到那個時候, 對清昌的建設, 在在高金山總領事, 歐陽輝廷在鄉下的大能下, 我們大能建設後, 三面萬歲, 背後靠山, 百無賴之營, 百無伊湯, 一個這樣的村長。 在歐陽輝廷的舉展和帶動下, 他的唐帝歐陽根, 即是歐陽兆廷, 歐陽旗, 即是歐陽子廷, 以及後輩歐陽光坤, 先後任職中國政府的駐外總領事、副領事。 這些人的出處, 都集中在大嶺村內, 一條百米長的小街道裡面, 叫做慶如坊。 在這條街道裡面的五代人中, 人才背出, 出了四位外交官, 五位博士, 五位碩士, 以及五十幾名大學生。 這些英才, 現在散佈在世界各地, 為各自的領域, 流落了不有的封碑。 安河亮, 一半, 三個壽相都是幾個學生。 喀登庚一半, 衝教四十一年。 四十一年裡面, 七個, 三個仲年, 在幾個學生當中。 一個是天宗角鴻, 一個是太平正方, 一個是中曾根康翁。 那三個, 都是幾個學生來的。 喀登庚一半。 喀登庚一半, 這就是真心研究那個甲骨蚊。 喀登庚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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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來之後呢, 對家鄉的一個建設的成果來的。 因為當年, 歐陽錦棠, 回到家鄉之後呢, 他設立了, 百某魚塘, 百某果園。 並且, 種了這棵這樣的榕樹, 變成茶廳, 能夠使用過往的遊人, 都能夠得到遮封黨員。 沒錯, 其實很多的海外中山人, 在國外創業之後, 也都在當地取得了一定的社會地位, 但是他們最忙不了的, 就是一片故鄉的情懷。 因為畢竟, 中山始終都是他們的根。 是的, 一連十幾期的沉根中山, 正是源流系列, 到這裏就站了一個段落。 下一期, 我們會和大家去尋找尋鄉。 如果有什麼意見和建議, 可以登陸我們的博客網站。 今期的節目就到這裏, 再會。